在智能设备普及、万物互联的时代 UWB技术已经被用于智能家居、智能办公、智慧城市等多个方面 例如无人机、智能机器人和无人驾驶车等产品需要高精度的定位和避障技术 这就需要UWB技术进行支持 那么到底什么是UWB超宽带技术、UWB技术的应用场景还有哪些? 今天的视频就为大家简单介绍下UWB技术 UWB全称是Ultra Wideband超宽带技术 UWB是一种无载波通信技术 通过纳秒级的极窄脉冲来实现数据传输 使用的带宽在500MHz以上 UWB由于超宽带特点可以进行高精度的距离测算 精度可以达到厘米级,逐渐成为定位领域的主流技术 UWB具有带宽极宽和极低功率传输的特点 其频谱范围在3.1千MHz到10.6千MHz之间 UWB系统使用间歇的脉冲来发送数据 脉冲持续时间很短 一般在0.20到1.5纳秒之间 有很低的占空比 系统耗电很低 在高速通信时 系统的耗电量仅为几百微瓦至几十毫瓦 除了带宽极宽和极低功率传输的特点 UWB还具有高速的数据传输 UWB通过在较宽的频谱上传送极低功率的信号 能在10米左右的范围内实现数百兆比特每秒 至数千兆比特每秒的数据传输速率 与传统定位技术相比 第一代RFID技术主要针对存在性感知 只能进行进出识别 无法实现二维XY位置定位 具有通讯距离短 安全性低 漏卡率高的缺点 发展到第二代WiFi BLE ZigB的时候 可以做到区域性感知 定位误差在5到30米之间 只能定位大约几十米的区域 稳定性差 错漏率高 第三代UWB技术 则能够做到精确实时定位 定位精度在30厘米左右 还具有通讯距离远 安全性高 无错漏的优点 和RFID WiFi BLE ZigB等定位技术相比 UWB具有成本低 定位精度高 定位距离远 安全性高 穿透性强 抗干扰 功耗低 等较为突出的优点 是目前定位技术的优良选择 UWB技术如此优秀 那么它是如何定位的呢 UWB定位原理有三种 分别是TOF TDOA和ROA定位 TOF飞行时间法是一种双向测距技术 通过测量UWB信号 在基站和标签之间的飞行时间来计算距离 其基本原理是 基站将UWB超宽带室内定位芯片信号 连续发送到被观察对象上 标签收到信号后 将UWB信号发送到基站 通过测量UWB信号飞行时间来获得目标距离 优势是精度高 定位精度小于30厘米 适用于复杂场景 部署灵活 支持行外定位 列室是定位的功耗高 单区域容量较小 只有240赫兹 TDOA定位是双曲线定位 需要在二维定位中使用四个定位基站 双曲线可以通过测量标签到每两个基站之间的距离差来绘制 而标签坐标可以通过曲线焦点来确定 在实现这种方法的过程中 标签只需要广播一次UWB信号 有利于标签的功耗和并发数量 并且能够做到精度高 定位精度小于30厘米 单区域容量大 可达950赫兹 缺点是它对同步要求非常高 且不支持行外定位 LOA定位方法 主要是测量信号移动台和基站之间的到达角度 以基站为起点形成的射线必经过移动台 两条射线的焦点即为移动台的位置 该方法只需两个基站就可以确定位置 它的优势是配合TOF 单基站可定位 缺点是角度误差大 对信号遮挡非常敏感 不适用于环境复杂的场景 每项无线传输技术 通常有一个标准组织 负责相关标准的制定和技术认证等 比如蓝牙技术联盟 WiFi联盟 国际电信联盟等等 在UWB技术领域 目前主要有FIRE联盟和 UWBA超宽带联盟两大组织 均成立于2019年 FIRE联盟致力于开发和广泛采用 可协同操作的超宽带技术 所带来的安全精细测距和定位功能 为用户提供无缝的使用体验 FIRE联盟的成员主要开发基于 IEE80 2.15.4标准的 UWB安全精细测距技术的产品 跨各种垂直业务领域开发 UWB技术的应用场景 FIRE联盟与其他行业组织密切合作 例如IEE、WiFi联盟、汽车连接联盟等 注重在可用的6-9000兆赫频段中运行的 UWB用力 卧虚通讯在2020年4月加入了FIRE联盟 未来将和其他成员一起 共同推进UWB生态系统发展 UWB Alliance超宽带联盟专注于 在802.15.4G标准下提供有力的监管和频谱管理环境 以最大限度地促进UWB市场的增长 超宽带联盟旨在促进各类垂直行业展示 UWB对物联网和工业4.0的价值 在从芯片到服务的整个UWB价值链中 构建全球生态系统 现阶段UWB的应用领域主要有 工业制造、电力能源、矿井矿山和仓储物流等领域 通过UWB技术 结合引擎及软件平台 能够从安全和效率两大领域解决用户问题 包括生产安全管理、效率节拍优化 提高设备利用率、降低运营成本等 此外 UWB的应用领域还有基于苹果、三星手机 即可穿戴设备、小米一纸帘、大众、奔驰、宝马、特斯拉数字钥匙等应用 推动的消费及市场 如智能家居一纸帘、智能化巡物及巡人、看护追踪、移动支付更安全、便捷、无钥匙进入、启动、免下车支付、门禁管理无障碍出入等 以上就是关于UWB技术的简单介绍 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留言